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担心向领导发问会威胁到个人的事业发展 而领导们总是习惯于给答案 而非提问 结果员工就很难成长 而领导亲力亲为 硬是要把自己累了个半死 很多人每天非常的忙碌 却没有停下脚步 反问自己每天正在做的事情是否真的有必要呢 上面这些问题或许你都有经历过 你活得很疲惫 却很少会去深究自己缺失了什么 才会产生这样的焦虑和压力 大多数人不懂得向问题要答案 你的提问能力很可能正在被无情的扼杀 特别是职场上的一些老兵们 思维啊 早就提前老化 提问已经成为一种极度稀缺的能力 真的是这样吗 事实上 提问能力是上天馈赠你的礼物 也是每一个人的本能 俗话说 打破砂锅问到底 人类天生就会提问 有数据显示 两到五岁的孩子已经可以问超过四万个问题了 但从五岁开始 孩子无疾无数的提问次数开始减少 随后的环境 我们接受的教育让我们开始闭嘴 从小学你就开始被灌输一些观念 要顺从 要听话 你得到的奖励是因为你能够背诵答案而非提问 因此你的提问能力急剧下降 逐渐失去了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 长大以后 你明明有很多问题 却不懂装懂 你认为提问会暴露你的无知 所以即使不成长 也不能让别人认为自己笨 进入职场 你又被灌输执行力第一的思想 但很少会退后一步思考 为什么做这些事 怎么做才是正确 你再也做不到 站在价值观和训练的角度反问自己 我这样的行为是对的吗 要注意的是 其实在错误的方向上 越努力反而越可怕 那如果不闭嘴 会有什么样的奇妙的事情发生呢 分享你一个故事 佛罗里达州的一个美式的足球教练 在训练了大量运动员以后 提出一个问题 为什么运动员小便的次数 要比普通人少 针对这个问题 他进行了观察和分析 原来是运动员大量出汗 导致了体液的流失 因此排尿就变少了 他把这个发现 告诉了一个产品研发专家 这个专家就研发出了一款饮料 这个饮料可以补充 随着汗液流失的电解质 运动员饮用以后 就可以恢复体能 有球队饮用后 竟然取得了当年的全胜的战绩 由此 一个伟大的品牌单身了 它的名字叫加德勒 加德勒开创了运动饮料领域的先河 也让品牌市值达到了数百亿美元 你看 一个好的体问 运含着极大的创造空间 甚至可以挖掘出 其背后巨大的商业加急 还有很多类似的案例 比如 曾经有人想 如果把手表和服饰行业 结合在一起会怎么样 于是 Swatch诞生了 乔布斯也曾经问自己 如果把手机 MP3 电子阅读器 相机等结合起来 会怎么样 结果就单身了 苹果手机 你会发现 很多伟大品牌的单身 都来源于提问 成功者是不会轻易闭嘴的 因为他们不干预平庸 古人说 博学 审问 圣诗 宁并 都行 说的就是需要我们 透过学 问 诗 变 行 五个环节 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 有用的制裁 你看现在 技术发展越来越快 我们遇到问题 都是先习惯 网上搜索一下 什么信息都可以找到 你觉得 死机应备 这种被答案的本事 还重要吗 不仅如此 未来很多和执行力 有关的工作 比如收银结账等 都可以被 近期的算法所取代 而无法取代的 是那些 和提问有关的 需要洞察力 和想象力的工作 我在担任总裁教练以后 一个重要工作 就是帮助企业家们 强化提问能力 这种能力 可以激发创新 发现问题背后的本质问题 提升工作效率 甚至可以 强化良好的人际关系 提问的价值 远远高于答案 所以 与其强行灌输知识 不如培养提问能力 提问看似简单 其实是一种 原认知的思维 也就是说 是一种更高级的思维能力 要保持持久的竞争力 就要从提问开始 既然提问如此重要 那如何找回 思络的提问能力呢 如何又重新点燃 小时候我们敢于提问的火花呢 你需要征询 五个重要原则 第一 你需要具备批判性的思维 勇于质疑和挑战他人 提问能力的本质 是独立思考 是打破常规 而这一项能力的强弱 将很有可能 影响你一生的发展 在我组织的思统小组会上 我们会用系列的问题 来质疑他人的观点 因为观点不代表是事实 比如我们彼此间 经常问这些问题 为什么这个问题如此重要 如果不这么做 结果又会怎么样呢 你是出于什么考虑 得出这个结论的呢 记得有一次 师董小组会上 有一个CEO主员提出 要在自己公司招募一些 能力更强的分公司总经理 另一个主员就提出 为什么不考虑提升企业的体系化建设 从而降低对总经理的 能力的招募要求呢 这个提问 就是在质疑 招募能力更强的 总经理这个观点 第二 提问以前 你需要仔细聆听 好的提问 直接和聆听相关 只有认真听 你才能真正理解 对方说了什么 更能听出 什么是对方想说 但还没有说出来的话 听到这里 你或许想问我 如何更好的聆听呢 聆听一共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聆听 是你只关注你自己 听的目的 是根据自己的判断 下结认 第二层次的聆听 你关注对方 通过聆听 去支持和帮助对方 最高层次 也是第三层次的聆听 是全方位的聆听 你仔细分析 对方话语中的 事实 感受 和意图 大部分提问 能力弱的人 都停留在 第一层次上聆听 但只有全身心的 关注对方 你才能问出 好问题 那如何可以成为 聆听高手呢 我将在 之后的课程中 给你之招 第三 你提问 启发对方 而非 直接给予答案 说到这里 我想请问你 人与人之间 有效的对话 是怎么样了呢 一个有效的对话 应该 能帮助对方思考 而非 直接给予答案 你需要放弃 控制语和表达语 不知道你是否听说过 苏格拉底教学法 这个方法 就是采用 对话式和 启发式的方法 通过不断地向学生提问 找到对方 回答问题中的矛盾 进而引导学生 自己总结结论 第四 你要心怀好奇 谦逊 探讯 企业文化 理论之父 爱德加沙英 提倡和他人沟通的时候 要谦逊探讯 而非命令 苏格拉底也说过 我唯一所知的 就是我 一无所知 我们在他人面前 要坦诚 自己的认知 是有限的 自己的想法 也可能存在 很多盲区 对于他人 不同的观点 我们要抱着 开放的心态 去探究 所以以后 你千万不要轻易 对他人说 你错了 因为这样的沟通方式 是无效的 那应该怎么说呢 这个时候 你可以换一个方法 来提问 比如说 关于这件事 我的想法 和你不太一样 我很好奇 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你这个想法 背后的理由吗 这样提问的方式 一方面 对方会心情愉快 另一方面 当对方 把理由说出来以后 或许 你发现 其实错的是你 甚至可能 双方都没有错 你们各自 多获得了 另一种 新的思考方式 何乐而不为呢 第五 要提升提问技巧 你要刻意练习 很多人 之所以做不到 有效提问 最主要的原因 是过去 没有机会 系统学习 如何提问 那么 我希望 你从现在开始 通过 关书者 有效提问 三次讲的学习 在提问 这个能力上 你能够领先于大部分人 我们小组会上 企业家 就需要刻意练习 多种的提问方法 我层中 挑选了两个 比较常用的方法 分享给你 第一个 是叫 开放式提问法 平时 你不要轻易问 分币式的问题 比如 是不是 有没有 举个例子 你不要问 你有没有考虑过 更换人员 而是应该 开放式的提问 比如说 在人员更换方面 你是怎么考虑的 分币式的提问 并不能给回答者 新的思考 也无助于问题的 继续深入研讨 而开放式提问 一般是请对方 谈想法 提建议的 目的是为了展开话题 另一个比较常用的方法 叫问题爆炸法 就是你用提问 来激发大家的 发散性思维 提问者 不用去想 为什么这么问 被问者则需要 记录下来提问 只用一句话 来回答 他想回答的问题 大家对提问 和答案的合理性 不做解释评判 不提反对意见 这样的形式 在我之前的一次 试统会 就产生了 良好的效果 我们曾经在 30分钟以内 对某个案例组 提出了100个问题 结果 里面还蕴含了 不少创新的想法 帮助案例组 最终解决了问题 我会在以后的课程中 分享这一个案例 以上就是本节课的 主要内容 下面我们来做一个小节 提问看似简单 其实是一种 原认知的思维 换句话说 就是一种 更高级的思维能力 我们每个人 天生就会提问 但大部分成人的提问能力 被教育制度和环境 逐渐的扼杀 成长离不开提问 学会提问 你需要坚持一些原则 比如 有勇气质疑他人 仔细聆听 放弃控制语和表现语 保持好奇心和谦逊 除此以外 你需要刻意练习提问 在接下来的课程里 我将继续分享提问的意义 提问框架模型 你有机会在不同的场景下 练习多种的提问技能 最后 还会获得一个提问工具箱 期待三十节课程以后 经过循序渐渐的练习 你也能成为一名提问的高手 切实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 重大的困惑 好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儿 下节课 我们将学习提问的好处 沟通 多用问号 少用句号 你将感悟提问的六大价值 最后 我们来到了今天的思考环节 我经常听到高管们反馈的一个问题是 团队士气不足 工作积极性低 请你思考一下 如何通过提问 帮助对方理清思路呢 欢迎你在留言区和我互动 提问改变人生 让我们一起探索提问的魅力 这里是关书哲 有效提问30讲 下节课 我们再见